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图胃是急性腸道传染病的最主要表现 至于如何判别是否幻想急性腸道传染病呢 我们一起请教一下医生 急性腸道传染病主要表现为 频发的稀难或水药变 甚至出现的呕吐发烧 病情温和的可以自然痊愈 个别被爱较重的 可能出现休克或脱水的表现 急性腸道传染病主要是会游泳 食物 日常生活接触 污蝇等的媒介传播 而吃错不干净的食物 亦都是常见的患病原因 有吃过期的食物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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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 和走的时候咬 或者要躺在这里 超时买东西都要看日期 注意营养各方面都要很留意 变坏了的食物 含有的霍乱胡菌 伤寒 负伤寒 荔疾干菌 都会引起食物中毒 进而变成急性腸道传染病 不想常常都逃拖 就要注意接下来医生所说的事项 因为急性腸道传染病 主要由口传入的 所有要拿着病从口入这四个字 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点 大力开转澳门的卫生运动 清除垃圾 雜草 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 生熟砧板 三十刀具一定要分开 不可以混合使用 在腸道传染病 高发季节 我们不吃凉拌菜和物生菜 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要饮开水 不饮开水 饭前便后予洗手 除了要注意个人和环境的卫生之外 还要注意食物的生熟 以及食物是否已经清洗干净 不食变败变质的食物食品 对隔夜饭送 和超市买回来的熟食产品 都要回锅翻热 杀菌方可食用 对于肉类和害产品 一定要煮熟头方可食用 生实水果之前予清洗干净 不食变败的碎果 食堂从事人员 如果有腸道传染病 就不要上班了 大蒜对腸道传染病 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提倡多食用大蒜 与与窗盈等每介 特别在厨房和食堂 都需要安装三门沙窗 做好防温措施 医生为大家提供了这么多意见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预防急性腸道传染病 小贴士 多些食用大蒜 避免饮用生水 避免食用变坏或变质的食物 水果在食用前要先洗干净 肉类和海鲜要彻底煮熟才好吃 食饭前和去完洗手间之后 都要洗手 生熟砧板和刀具要分开 隔夜饭菜 预先包装好的熟食产品 要回窝加热杀菌 病虫口入 记得不要多食和乱食 煮食的时候多些注意卫生 吃得安全 那就不会经常肚饿了 ユー 乾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